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可能不知道 在昨天我们度过了一个 你都不知道的一个 可能停电的一个危机 就在这个蔡政府宣布 6月27号涨电价之后的24小时 超级惊险 这个台电的高层应该是 满头大汗 6月28号就是昨天的下午2点01分 全国的用电量 piu一下飙到了3884.6万千瓦 史上第四高 才6月28号 台湾最热什么时候 8月9月10月超热 台电的高层吓坏了 能不能处理 一定要处理 要不然就是一个 517大停电事故重演 我们来想象一下 假设你先宣布涨电价 然后第二天 崩了一下全国大停电会怎样 完了 真的完了 我跟你讲 蔡英文会气炸 这高层可能就要下台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这个鞋止住 因此紧急对变电所下令 紧急降压3% 你看吧 你不知道吧 昨天当我们下班都在家里面吹冷气的时候 你不知道台电的高层 一个头抱着在烧 吓坏了 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降压之下 躲过了限电的一个警报 那台电也坦言 在昨天的下午4点15分 还有晚上7点30分 总共三个半小时实施降压运转 但是也特别强调 这个韩冰特别有感 韩冰一听到这个什么降压就很愤怒 因为他们家里有很多高级影响 好 3%都在合法调度内 所以韩冰你家中的高级影响 不会造成损害 我是很担心 因为降压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台电跟你讲得很漂亮 他说我给你110伏特的电 然后我把你降到107 才降这个没什么 这样不会有问题的 然后一般的电器 它也容许让3%到5%之间的误差 所以不会有事的 可是问题是台电 你没有真正告诉国人的是什么 你台电公道每个家庭都110 你骗人嘛 你自己随便去拿个插座梁就知道 大家随便用三用电宝 或是其他的测量一下就知道 你插进去你家的电 通常在115到105之间都有可能 它本来就是浮动的 一直上上下下才会跳 那假设你家本来这边 就低到107 108 然后突然间它给你再降3%左右 就掉到105以下 甚至掉到100左右的时候 你家电器不会受到影响 你要知道会受到什么影响吗 像音响变得不好听也就算 重点是你的变压剂撑不撑得住 你变压剂可能会坏掉 变压剂一旦坏掉的话 我跟你讲轻车机器故障 重车可能会烧起来 你要知道包括对电缆来讲 都是一个负担很简单嘛 电压剩下电流等于功率嘛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你电压降低电流就变大 但他说3%不会对家里电器造成损害 所以这就是他故意呼隆你 他是在设定一个理想的状况就是 我们全台湾每一家用户 都是恒定在110左右 可是问题不是嘛 问题是你有的地方它本来 电压就比较低了嘛 它可能低到105低到108 那你再往下降就有危险了嘛 你就变得跟日本电压一样 因为日本是用100 所以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你看看 假设家里面 特别像寒冰家里的影响都很贵 很高级那种 好万一损坏的话 他就堵你 你举证困难嘛 对啊 你不可能告他 就请求损害赔偿 不可能啊 很难啦 所以我随便讲啊 我见人家3% 你不会损害 因为你光是找专家鉴定这些东西 你花的费用可能比那个电器还贵 所以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情嘛 除非是大型的厂商 比如台积电啊 联电啊这种 你可能去跟政府求偿 你一般人怎么可能求偿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机器坏掉 对一般人来讲你就算了 重点是你的电线可能会走火 哎哟 电线会走火 对啊 因为我刚讲了嘛 你电流变大嘛 你电流超过一定的容许料之后 它长期就处在 因为它一直在做工就处于高温啊 所以降压的时候 你家的电线会越来越热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状况啊 到最后 你就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台电不要再用这种 四四而非的东西去骗人了 到最后 其实大家如果去统计的话 最近这三四年 台湾电气坏的几率比过去高很多 那以后还会越来越高 因为大家知道吗 昨天已经警戒危险了 对啊 它临时降压 今天中午的时候 倍转容量只剩3% 对 今天一度只有3% 好可怕哦 所以它只启动了一个什么办法 它赶快台电直接跟企业用户讲 我不给你电了 我赔你的损失 它这样子把它抽回来 所以你才看到用电量突然间掉下来 那个不是大家突然间 那个有志一统全部不用电 不是这样 而是那些 那些7月用户被迫暂时停工 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台积电前几天才会告诉你说 它本来财电 财油发电机备而不用 结果一年现在要用12次 那接下来它恐怕一年要越用越多 所以它干脆要自己盖电厂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嘛 现在是明明在缺电 可是经济部跟台电就死鸭子 嘴硬告诉你 我们根本不缺电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台湾面临的一个 最明显的事实就是 电费会越来越高 然后缺电会越来越严重 跳电会越来越频繁 对不起哦 这个我要讲一下 抱怨一下好不好 这个我们 那个制作人跟我讲个最新消息 现在的财软油烂率指向了3% 3.37 妈呀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现在就是现在 供电警戒哦 系统限电几率增加 这是官网哦 台电官网 3.37% 我们今天下午呢 看了一下 在下午的时候 大概有6% 它有进行处理嘛 你看到没有 处理到现在为止 又只剩下3.37% 因为太阳下山了 哦 光电什么都没了 那确不确定我问你 大家尝试判断 到底你确不确定哦 好可怕哦 天哪哦 但是我还是要抱怨一下 700位网友到哪去了 刚刚瞬间我们就从 这个1.39万 一下子掉到了1.32万 就是700网友默默的消失 不可能啦 该不会有地方已经开始停电了吧 停电手机也会停电 是这样的概念 我们是跟这个是联动的嘛 好 没离开 大家拜托一下 帮我们再冲一下流量 来 导播回到刚刚的那张 那我稍后来解释一下 可能很多人 你知道不太搞得清楚 什么叫做降压 降压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讲就像是 饮料多餐水一样 让你的饮料变得更多 但饮料稀释了之后 确实会对家里面的电器 造成影响 它毒你无法举证啦 我们台湾呢 现在这个消费者意识 其实是蛮高的 也就是说呢 好吧好吧 你要涨价 但你涨价之后 你品质要变好哦 你不能又卖给我烂东西 然后你又要多拿我的钱嘛 所以凯翔我想问你一下 那现在反正就涨价 已经涨定了 那工业大户涨15%啊 他们也含着眼泪吞啊 仇富啊 有钱人啊 对不对 多出一点没有关系啊 徐旭东说 政府很能干嘛 很有魄力嘛 一直不涨电价啊 他是反逢语气啦 开一天会 就一口气涨15% 好多人都已经complaint 可能涨8% 竟然还来个15% 大家都呆掉了 他讲话还蛮接地气的 那我刚刚就讲啊 你把我的店给稀释了 我跟你买这一瓶饮料 你帮我掺了水 掺了水你敢卖我更贵的价钱 所以你看韩冰刚讲哦 因为你知道 他们家影响比较贵一点 一般来讲也就罢了 你知道这声音也都听得出来 不好听 那你涨电价 当然他现在说是涨不到民生 但不是哦 王美花告诉大家 现在民生用电 也要滚动式的调整 那涨价啊 涨价 然后又这个 可能会有断电危机 王美花就告诉大家 大白话 是因为台电财务压力 你看到没有 民生压力的部分 电价9月份 还要进行滚动式调整 然后这次呢 不是让台电不亏啊 反映一部分成本而已 让台电合理化 要不然台电到年底会有财务危机 翻成白话文 台电可能会倒 那当然台电的这个财务危机 事实上政府要负责任 政府在这个 我们看到在这个 核能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也就 整个财务问题 烂摊子就丢给这个台电嘛 台湾也不会 现在就废核 目前核能发电 还在运转当中 核电机组呢 预计用到年限到期 以核21号机组为例 因为这个新北市府呢 不核准盖干事 所以都是新北市的错 所以怎样怎样怎样 那你怎么看呢 我还是要帮消费者讲一下话了 你现在掌我们的电 工业大会掌我们的电 但是大家讲 那你至少电力稳定吧 你至少给我稳定的电嘛 那以价质量好像也做不到啊 这两天被转容量这么低 我觉得刚刚西方姐 丢了非常多问题 我们建议今天来解答 就是包括像今天的 被转容量力3%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像我们因为对电力 一项都非常关心 大家有注意到吗 今天其实核二厂跟核三厂 他们的核能发电 发到101% 101% 你想说怎么会发到 就是它的这个运转 怎么会发到101%的电 这不是出老千啦 其实后来才知道说 因为核电厂 其实里面都有燃油机组 燃油机组是用来干嘛 就是当核电厂里面的电力 本身不管是因为什么 什么样的灾变 或是一些意外事故 导致说核电厂的电力 就是核电厂就在发电嘛 但核电厂里面也要用电嘛 那那个用电力 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灾变的话 它还有一个应急的燃油机组 结果呢那个是应急 当核电厂遇到灾变的时候 或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用的 因为缺电 所以不但核电呼呼的运转起来 它连那个备用来应急的 燃油机组都开起来了 发到101% 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有多荒唐 还废盒废个屁 我跟你说 我在这边大胆跟大家赌鸡牌 你们说几份我多收 2025绝对转弯 台独都可以转弯了 还废盒 废盒诡蛋 所以这个题外话 回头来讲这个 我觉得今天有两段话 让我觉得真的是 我原本都觉得这些官员 是不是就是拍马屁 拍到满嘴都是屎 但殊不知 他们都是羞辞大屎 比如说台电在回答说 减压供电刚刚谭兵讲的 谭兵哥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读书人 而且温文儒雅 所以他讲的是物理现象 说什么这个供电的尾端 都会有几%之间的电压的浮动 结果今天当台电被问起来说 你是不是被人家抓包 说你是减压供电 结果台电讲的就是那一套 说哎呀没有 因为用电量一下子太多了 所以任何的输电系统的尾端 那个末端都会有电压不稳的 这样状况发生 他讲的是事实 但人家问的不是这个 他讲的是一个物理现象 没有错 但是人家问的是 你是不是偷偷的人为降压了 所以台电根本不跟你回答这个 大家听到今天台电回答的时候 听得是是而非 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人家问的不是这个 你是人为手动的让他降压了 那个不是物理现象 这第一个 大家不要被他搞混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干化王王美花 王美花怎么说呢 他今天也被问到 就是我们一开始提的那个问题 你才涨价 那你起码做到供电要稳定吧 是啊 那结果你现在供电又不稳定 你到底在搞什么 哎那个 那你涨价可以啊 那你起码要做到供电稳定啊 结果呢 王美花也是 他的脑筋好像不知道怎么 怎么完全接错 把不同的句子合在一起 他说呢 他说呢涨价呢 这个能源稳定 要有赖于这个台电的财务稳定 然后就能够能源 就供电稳定 我不知道这种事情 我不知道这种事情 怎么会合在一起呢 怎么会合在一起呢 我后来只能想象 王美花很像我们玩那种 线上游戏 那种NPC 就是跑过去 跑到孙大千前面说 然后就按对话 然后孙大千固定 只会讲那几句话 所以王美花今天可能在家里面 就背好了那个针对 罐头回答是吧 对 背好了那个关于说 这个涨价怎么办的 他就被那一套说 哎呀这个台电的财务问题啊 台电财务一定要稳定啊 结果没成功 今天记者问他的是说 你怎么减压供电被抓包了啊 那你供电不稳啊 什么什么的 结果他还是回答那个 跟于财务还有涨价有关的东西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今天回家看到新闻 然后你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他们都在跟你说干话 没有人回答你真正的问题 那最后 消防姐问到说 像这个徐旭东 今天发出这样的感慨 老实说我没有意见 因为2020年的这个选举的 政治现金的揭露 徐旭东捐给民进党非常多钱 他是台湾捐钱的企业家大户之一 自己捐的政治人物 自己含着泪 也要慢慢地享受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 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